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现役中国语球帝混双球员黄亚琼 黄亚琼身高165公分,尊长于双打 他和现任搭档正式为组成的混双组合 被媒体和球迷称为雅斯组合 黄亚琼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和迅速的反应速度 这使他能够在比赛中快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并迅速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动作 他也拥有着出色的扣杀、抽打、调打等多种技术动作 全面性的他能在比赛中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战术 黄亚琼与正式为的混双组合表现出色 也要归功于他们之间卓越的默契和协同配合 他们能够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形成强大的合作力量 他们在场上展现出了优秀的战术意识 能够根据比赛的局势调整进攻节奏及变换球路 黄亚琼经常也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强劲的心理数字 使他在比赛中能够保持冷静 并在困境中振作起来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来深入探讨他的羽球故事 黄亚琼出生于1994年2月28日 在中国的浙江省出生 黄亚琼的父亲黄卫中长期从事羽毛球事业 他曾说过黄亚琼的背后 可能有千千万万个学习羽毛球的孩子 能出一个世界冠军男人可贵 必须打好基础 才能培养出拔尖的精英 所以黄亚琼也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 对羽毛球感兴趣 家人们也全力鼓励与支持他打球 小时候的黄亚琼就读于周深入小学 并开始追随城市中国羽毛球国庆队成员的 浙江省队退役选手曹季 接受有系统的羽毛球训练 随后 9岁的黄亚琼被浙江省体育运动学校发现 开始接受专业训练 18岁首次入选了国家队 2011年7月 黄亚琼首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了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协助国家队赢得混汉团体赛冠军 2012年 黄亚琼代表国家队参加在南韩精权室举行的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在女双决赛中与于小涵以1比2不敌深深占李少西 获得亚军 2013年7月 他与于小涵 成功进入了加拿大大奖赛女双决赛 并以2比1的成绩逆转荷兰组合 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奖赛冠军 在黄亚琼早期的比赛中 他会奸向女双和混双两项目 在年尾12月的中国澳门羽毛球黄金大奖赛女双决赛中 于小涵黄亚琼以15比21和17比21的比分输给了队友鲍宜心汤金华 获得亚军 奸向的他在混双项目中也搭档卢凯在决赛中 以2比1逆转韩国组合吹绿龟蔡右丁 赢得混双冠军 2014年1月26日 在印度黄金大奖赛公开赛混双决赛中 黄亚琼搭配王毅律以21比18 21比14的比分直入两局击败了队友黄凯翔陈青城夺得冠军 在女双决赛中 黄亚琼与于小涵则以1比2不敌队友陈青城贾亦凡获得亚军 在马来西亚黄金赛上 黄亚琼和于小涵以2比1战胜队友驱东力雄梦境 赢得女双冠军 又与卢凯搭档以2比0完胜印尼组合 赢得混双冠军 之后他又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上 与卢凯以2比0战胜王毅律下欢 夺得混双冠军 女双决赛上于于小涵则是0比2不敌队友若银落语 获得女双亚军 2015年 在瑞士羽毛球黄金代两赛混双决赛中 黄亚琼与卢凯以2比1逆转队友留成美包一心 赢得了混双冠军 随后在新加坡公开赛混双决赛中 黄亚琼与卢凯在决赛中应商弃权 获得亚军 此外 欢亚琼也在法国公开赛女双决赛中 搭档汤金华以2比0战胜队友若银落语 赢得女双冠军 2016年3月6日 欢亚琼与汤金华在德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 以2比0战胜泰国组合 素帕猜攻塔拉纳塔猜 夺得金牌 欢亚琼也成功被入选了中国2016年游伯碑的名单 跟随中国队最终在决赛中以3比1的总成绩击败韩国队 收获冠军 过后在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 黄亚琼与卢凯以2比0战胜印尼组合微剑抽低离 夺得超级赛冠军 同年6月的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 卢凯与华雅琼以正式为陈青城通常竞技 最终卢凯黄亚琼以21比18 21比14 击败对手获得冠军 2017年3月 黄亚琼与卢凯延续火热状态 在全英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以2 以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陈炳顺五六赢 夺得全英冠军 在随后4月份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 卢凯黄亚琼以2比1战胜陈青城正式为获得冠军 可是在一周后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卢凯黄亚琼则是以0比2不敌同样的对手 陈青城正式为获得亚军 在女双方面 黄亚琼汤金华则是在决赛以1比2的成绩 不敌日本的福岛游记广田彩花 获得亚军 黄亚琼与卢凯过后在新加坡公开赛海亚锦赛夺冠 5月份 黄亚琼跟随中国队参加2017年苏迪曼杯 在苏迪曼杯八强赛中 卢凯黄亚琼以2比1战胜硬度的Ready Panappa 最终中国队3比0战胜硬度队挺进半决赛 可是过后在苏迪曼杯决赛中 黄亚琼与卢凯0比2不敌吹帅归蔡右丁 最终总成绩以2比3败给了韩国队 无缘冠军 过后中国与总将黄亚琼改为与郑士维搭档 造就了亚斯组合 两人很快的就在接下来的澳门黄金大奖赛 中国首要超级赛和香港超级赛中夺得冠军 在女双方面 黄亚琼与小韩也在韩国超级赛 和澳门黄金大奖赛获得冠军 2018年1月28日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印尼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中夺冠 在全英赛上也获得了亚军 7月份 黄亚琼与郑士维一二比零战胜王一律黄东平 赢得马来西亚公开赛混双冠军 8月份 他们又一二比零战胜王一律黄东平 获得2018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冠军 这也是他们首次夺得市井赛混双冠军的头衔 过后他们被入选了印尼亚加达亚运会 他们代表中国队参加混双项目 一路打败对手闯进决赛 在决赛上 黄亚琼与郑士维一二比零战胜的中国香港的邓俊文谢银雪 夺得两人的首个亚运会混双冠军 这两个大赛冠军让更多人认识了亚斯组合 接下来他们的状态依旧火热 首先在9月16日 他们以二比零战胜王一律黄东平 获得2018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9月23日 黄亚琼与郑士维一二比零战胜张南李英辉 获得201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10月21日 他们获得2018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一周后又在法国公开赛混双决赛中 黄亚琼与郑士维以二比零战胜韩国组合徐城仔蔡佑丁 夺得冠军 黄亚琼在同年成功获得了2018年世界羽莲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项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个人成就 过后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2018年世界羽莲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中 也获得了亚军为他们在2018年上的成就画上句号 2019年1月 黄亚琼与郑士维随浙江能源队赢得2018到2019赛季羽毛球超级联赛混和团体赛冠军 他们也获得了浙江青春领袖奖项 被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他们国际级运动健将的称号 3月份 黄亚琼与郑士维再次获得另外一个大赛冠军 2019年全英公开赛混双冠军 紧接着4月份 他们在马来西亚公开赛750赛事混双中项目夺冠 过后 黄亚琼与中国队一同获得2019年苏敌漫杯团体赛冠军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2019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成功未免 他们以2比0的总成绩战胜了泰国大科普沙普赛维 再次获得市井赛混双冠军 随后世界羽连公布了最新一期各单项世界排名 在市井赛上夺冠的黄亚琼与郑士维继续占据混双排名首位 之后 又在中国公开赛击败队友王毅律黄东平 在主场荣获混双冠军 赢得201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同年 他们也获得了韩国公开赛 法国公开赛和中国福州公开赛亚军 在年终的世界羽连巡回赛总决赛上 黄亚琼与郑士维以2比0再次战胜了队友王毅律黄东平 首次获得2019年世界羽连巡回赛总决赛混双冠军 他们也成功入围2019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年度最佳组合 2020年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大师赛决赛上击败同样的对手 王毅律黄东平 获得两战赛事的混双冠军 他们在9月份随瑞昌碧原队 获得2020中国光大杯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亚军 黄亚琼被评选为最巨人气女子运动员 11月份 黄亚琼协助浙江队 获得2020全国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甲组女团季军 他们的组合获得了2019年浙江体坛10家最佳团队奖 之后在2020年全国羽毛球锦标赛比赛中战胜欧选一旁东平 赢得国内混双冠军 2021年 黄亚琼与郑士维继续稳居混双世界第一的位置 在2020年冬金奥会羽毛球混双小组赛中 夺贯热门黄亚琼与郑士维以三场全胜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 成功晋级混双八强 在八强赛中 他们成功以21比17 21比15直落两局打败印尼的Jordan Arxaviante 之后在半决赛中也是同样直落二局以21比16 21比12击败中国香港的邓俊文谢银雪 于29日晋级决赛 在决赛中 黄亚琼与郑士维最终以17比21 21比17 19比21不抵同样来自中国的队友王一律黄东平 无约奥运金牌 获得了银牌 奥运会后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第14届全国运动会羽毛球混双比赛中获得亚军 年尾的四锦赛 黄亚琼与郑士维暴冷以1比2遭到中国香港的二号组合逆转 提前出局 中国羽毛球团队在2022年进行了多对双打组合的调整 确认黄亚琼与郑士维结战 黄亚琼改与欧选一搭档 他们在德国公开赛混双决赛中以0比2失利获得亚军 随后在韩国大四赛混双决赛中以0比2不抵队友王一律黄东平 再次获得亚军 5月份 黄亚琼与郑士维重新配队去参加2022年羽毛球亚锦赛 他们最终在决赛上以21比17 21比8战胜王一律黄东平 赢得重新搭档后的首个冠军 接下来 黄亚琼与郑士维开启了无敌模式 连续在泰国公开赛 印尼大四赛 印尼公开赛 马来西亚公开赛 马来西亚大四赛都收获冠军 8月 黄亚琼与郑士维在2022年世锦赛中 牵涉以2比0战胜荷兰组合 接着与泰国组合的比赛中打满三局以2比1前胜晋级 在八强赛中 他们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陈建明赖佩君 晋级半决赛 然后又在半决赛中 战胜老对手王一律黄东平 成功晋级决赛 最终 华亚琼与郑士维以2比0战胜日本的 渡边勇大东野偶杀 掌握2022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 然后在后端的几场赛事中 包括丹麦公开赛 法国公开赛 世界羽连巡回赛总决赛 都成功获得了冠军 2023年 他们先是夺得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 在随后的印度公开赛 在半决赛中以18比21 21比18 14比21激战三局 不敌日本的渡边勇大东野偶杀 可是很快的在三月份举行的全英赛上 他们再次取得了成功 在决赛上以21比16 16比21 21比12顽强的击败了韩国的徐城仔蔡佑丁 获得了混双冠军 他们在过后的亚锦赛 混双决赛中以15比21 16比21不敌队友奖正班魏亚兴 获得亚军 他们又被国家入选了苏迪曼杯的第一混双 在决赛上阵队垒韩国的强敌徐城仔蔡佑丁 他们成功以1821 22到20 21比8逆转对手 为中国在决赛上来下关键的首分 最终中国队以3比0战胜韩国队 获得了2023年苏迪曼杯冠军 在接下来的大赛 世锦赛中又再次在决赛碰到了 韩国的强敌徐城仔蔡佑丁 可惜这次黄亚琼 与郑思维最终以1比2不敌徐城仔蔡佑丁 屈居亚军 黄亚琼也跟随中国队参加了 杭州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项目 在决赛以0比3赋予韩国队 获得女子团体亚军 在过后进行的单项 黄亚琼搭档郑思维最后在决赛以2比0战胜日本的 渡边勇大东野有沙 获得了亚运混双冠军 他们过后也获得了接下来几个赛事的冠军 这一系列的比赛和成绩证明 黄亚琼和郑思维作为混双搭档 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出色 他们在不同的比赛中都获得佳绩 也为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多个冠军 而作为他们的对手们 也都相当害怕在比赛中提前遇到他们 他们在混双项目中 就像魔王级别一样的存在 相信黄亚琼与郑思维此刻最想冲击的 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冠军 毕竟上一届奥运会 他们在决赛中败给了队友 距离他们渴望的奥运冠军只差一步之遥 他们势必会在巴黎奥运竭尽全力 去争夺这份荣誉 祝福他们能实现他们的奥运景凯梦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体育运动员的故事 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